第四季 吉 手机为什么关机啊 都快 吉疯了我 惨了 手机没了 你的手机呢 干嘛 你是手机双卡的对吧 你要干嘛 这卡先还你 再去背一台手机用着 报公司账 回来我给你报销 你要做什么 手机我先征用了 车我也征用了 你疯了 强盗附体啊 我急着去找楚天琴 那个混蛋 你不要乱来 你这开车水平不行的 我给你做舍夫吧 行了 你管好公司就行了 我顶多两天就凯旋了 对了 你帮我糊弄这点我妈 反正她挺喜欢你的 这男轻女嘛 走了 我亲爱的儿子小琪 当你再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妈妈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相信你一定在恨妈妈 恨我背叛了你父亲和你 当年我日以计业拼命工作 协助你父亲建立起 楚门传奇的事业王国 公司的一切 已渐渐上了轨道 我被查出来罹患癌症 医生告诉我 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决定对所有人隐瞒这个消息 以你父亲对我的爱 我知道如果我不在了 他必会伤心难过致死 所以我决定让他恨我 恨我是一个背叛丈夫的 不忠女子 只有这样他才会把我忘记 才有可能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来代替我爱他 也爱你 那样的话 我在天上也就心安了 妈 你怎么那么傻 你以为你用这个办法 可以让爸忘记你 可是你知道吗 爸连在临走之前 嘴里喊他 都还是你的名字 妈 请你原谅我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 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我跟爸 我还恨了你二十多年 还恨了你二十多年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妈 你知道 这恨意 还不及到了我 我对所有女人的看法 我对所有女人 都不惜人 妈 妈 我错了 谢您原谅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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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小姐 新先生来了 您稍等一下 我去给你做个宵夜去 谢谢侍阿姨 嗯 谢谢侍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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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来 一定会延误爹地的治疗 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有时候呢 头等舱 总是会多出一两个位子 那你还要回去吗 当然啊 我是请假回来的 我后天晚上就要回去了 我那边还有工作没有结束呢 你这么匆忙地赶回来 就只待两天 我听你电话那头哭成这样 无论如何 我都会赶回来的 给你一些帮助 鼓励你 顺便解决一下事情 谢谢你啊 佑宁哥哥 莉莉 我好像闻到食物的味道了 我的胃在抗议了 原来她还有这么一段伤心的往事 看来是我错怪她了 该不会是因为害怕那个女人的威胁 才选择逃避吧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弯的还是吃的 不过 那个帅哥主播真的还不错 符合所有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 好 莉莉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佑宁哥哥 你弹得好厉害哦 你昨晚睡得好不好 嗯 还不错 昨天晚上我有跟妈咪视频 那你有跟她说我来了吗 我跟她说 你这几天出差工作 来看看我 很好 回答得不错 有进步 那可不 对了 佑宁哥哥 你昨天晚上问我的问题 露娜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露影帝 露影帝 没错 那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 我的微信里面有她身份证的照片 我们之前约好要一起去旅行 她发给我的 应该还在 莉莉 可以让我看一下她的照片吗 没问题 在小说里 这种人都是被干麻布带自我一顿 佑宁哥哥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这么做 莉莉 我们不打架 我们有这个 我绝对不能让这个烫手山芋 交给小七来接受 好 大爷 大爷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造创功德二七在哪里 二七是吧 就在那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儿 哦 好 谢谢大爷 谢谢 好 莉莉 你在哪里啊 我已经在约好的地方等你了 大帅哥 你不是在美国公干吗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解决 不好意思 我跟莉莉已经约好要去逛街了 恕我不能奉陪了 等一下 你不用等她了 什么意思 因为是我叫她约你来的 你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害怕了 笑话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吧 哦 为什么 你明知故问 你指的是 下周见那条微博 你不会认不出来 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吧 照片的确很模糊 不过我内心很清楚 跟你这样聪明的人说话 倒也干脆 你不会希望 我下周公布更清晰的照片 还有更劲爆的文字内容吧 我当然不希望 不过 我也并不介意 咱们可以骑离看畅本 走着瞧 不用走着瞧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摊开来解决问题 好啊 你要开价多少 开价 我为什么开价 你所谓的爆料 无非只是想拿我的性取向来做文章 但那又怎么样 我喜欢女人还是男人 是我的权利 法律只能约定我能不能够结婚 但是不能规定我能不能够谈恋爱 只要我没做出什么违背天地良心的事情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大不了 最操高的结果 就是我失去了财经主播的这份工作 不过工作嘛 再找就有了 我并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脆弱 无私 则无味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话干嘛 我们下周见就是了 我来只是想要给你看点东西 我知道你的内心不想收手 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叫做聪明 反备聪明物 陆尹帝小姐 是 那是我曾经的名字 但那又怎么样 改名又不犯法 陆尹帝 女 生日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七号 后来改名为露娜 父亲曾在四零二研究所担任秦杂工 母亲长期病休在家休息 有一个弟弟 生儿残疾 家境十分贫穷 全靠你的薪水补贴家用 别急 我一会儿会给你看的 你调查得还挺清楚的 没错 我就是穷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和莉莉过一样的生活 可是我没有任何机会 你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圈子里 都不会欢迎小人 露娜小姐 你最大的敌人 并不是穷 而是卑鄙 你已经卑鄙到失去人格 你为了要达到 几近富豪圈的目的 不惜花巨资整容 你看 这是你初中时候的照片 跟现在的你 还是同一个人吧 现在在网络的时代 大家或许对这个很感兴趣 搞不好一下子 你就会成为网红 搞不好还可以在演艺圈发展 可惜你的演技太差了 对了 还有 友情提醒你一下 当你出名的时候 你跟有家事的男人交往的事情 得更加小心才行 因为那位富豪的太太 正在请私人侦探 调查她老公偷吃的行径 没想到看上去 光风即月的新大主播 也会玩阴谋 阴谋 不 我不许 我之所以还坐在这里跟你讲这么多 无非是因为你对你的父母还有几分小心 我不忍心先出手罢了 这牛皮纸袋里面的资料 你拿回去慢慢看吧 这里面 有你很多的过往记录 比如说 你在哪一家医院整过容 交过几任男朋友 的事情所有都在里面 你说 谁的爆料 更加的扎实 而你所谓的爆料 我完全可以告你诽谤 因为到时候我只要把大把的钞票给划出去 我还会怕没有名门淑女 抢着要跟我举办一场矿石婚礼 来赌人口舍 所以说露娜小姐 这场赌局 从一开始你就输了 算你狠 这次是我输了 新佑宁 你放心 照片我会一张不落地全部删掉 再也不会来打扰你跟楚天齐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楚天齐 楚天齐 你不要吵 原来 灯高眼眺 是这种感受 在魔都的水泥森林里 在喝的水泥测